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聚焦三农 2014年春运特别报道 回家的路有多远 你好 欢迎收看聚焦三农 一年一度的春运是铁路运输最繁忙 也是火车票最难买的时候 2014年的春运从1月16号开始到2月24号结束 预计会发送旅客2亿5000多万人次 比去年增加了近2000万人次 运送人数的增加对于骑着回家的农民工来说 更增加了买票和回家的难度 从今天开始我们将会推出春运系列报道 回家的路到底有多远 去亲身感受一下农民工返乡的苦与乐 从2011年的12月起 火车票可以通过网络购买了 大家不用再去拼体力排队买票了 但是对于平时接触网络不多的农民工朋友来说 从网络购票还是要费不少的周折 今天我们来认识一位80后的农民工江英杰 来看看他的网络强票大战 我们在火车站遇见小江时 他正拿着工友们的身份证在窗口排队 工友们回家的火车票都是由他帮忙买 江英杰30岁老家在山东省合泽市 已经在北京市顺义区的一家服装厂打工12年了 小江说 这不是他第一次买春运回家的火车票了 自从他去年学会网络订票之后 就主动承担起给工友们买票的任务 北京到甘肃龙溪距离大约1600公里 每天只有三趟列车直达 最快的要17个小时 小江想 今年无论如何也得帮他们买到有座的票 要想订票无非是通过网络 电话 窗口排队这三种方式 网上已经没有符合要求的票了 电话订票对于小江来说也不太现实 太麻烦 订过一次半个小时 输入是那个什么电话区号 输入是区号 然后输入兴不上去 麻烦 于是小江来到车站售票窗口 想碰碰运气 我问那个就是农西的 我买17号明天来买东西 有没有票啊 这个我给您说不好 保证我不能给您保证 您可以这样子 您可以回去 现在您就可以在电话和网络上 我昨天下午看那个17号 15号到17号的票都没有了 然后今天早上看还有三张不够 具体有没有做 这我不能给您保证有没有做 你可以自己电话和网络上先试一下 第一时间应该先在网络和电话里 售票员说北京到隆西的票都已经卖完了 这让小江有些失望 尽管如此他还是不肯放弃 他把目光投向了周围的自动售票机 七级售票有没有可能会不一样呢 小江决定再试一试 北京到隆西 在自动售票机上查询结果也是无票 已经没有票了 该怎么办呢 小江想到一个曲线买票的方法 他注意到开往西安的车子比较多 如果在西安中转 买到票的几率就会大很多 在售票机上一查 果然很多到西安的高铁还都有票 但是工友们说在西安转车很不方便 还是想买直达隆西的车票 最终的结果还是得通过网上购票 这大老远跑一趟没有买到票 小江不免有些失落 但是对于买票他倒是充满信心 近几年开始实行实名制网络订票 对于小江这样的80后农民工 春节回家方便了不少 刚到工厂 小江就又为车票的事忙活起来 有的工友问他车票订的怎么样了 还有的说刚在网上看到有票 要不要赶紧上网查查 说不定还能订上 听到这儿 小江赶紧打开电脑上网查询 但是结果显示已经没有票了 转眼间票就没了 所以有人说以前买票拼的是体力 现在买票靠的是运气 看来今天是买不到票了 只能等到明天 来不及跟我们多聊 小江就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刚坐下来不久 老板又给他送来了几十个工友的身份证 他们明天也要在网上买票 小江说他也是自己摸索着学会网上订票的 因为对电子方面的东西比较感兴趣 学起来还算轻松 而他给工友们买票纯属义务帮忙 在服装厂打工按照剑来计价 三五一天就是一百多元的工资 买票不仅耽误工时 而且责任重大 但是小江觉得 大家春节回家才是头等大事 想回家吗 想 是不是个想 想 第一次出来买我小 哎呀 孩子没有家考 没有家考 你不是咱们说通不着急吗 高级 刚才我上时间去乱常问我 买张呗买张呗 他们都问你呢 你咋说呀 我说没有 明天早上给你买 他买张呗了 网上订票比的就是速度 眼疾手快才能成为赢家 这次呢 小江的任务很艰巨 厂里三十多人回家的命运 都掌握在他的手里 明天他的运气会怎么样呢 第二天天还没亮 小江就从家赶到办公室 放票的时间是早上八点 只有在第一时间购买 成功的机会才会更大 只要稍晚一会儿 可能就没有合适的票了 现在还有几个工友 没有给他身份证 小江想在八点之前 先把他们的信息输入系统 小江说山东的票比较好买 提前十天都能买到 所以八点放票之前 小江打算先试试 北京到合泽 十六号十七号的车票 查询1230路的网站之后 显示北京到合泽的车 还剩下一张硬座票 小江立即决定购买 但是订单提交之后 却是无座车票 取消订单之后 小江又换了一辆列车 这辆车还剩下三张硬座票 和之前的情况一样 订单提交之后 系统分配的依然是无座车票 无奈之下 小江只能再次取消订单 取消两次之后 问题出现了 我不能取消了 以前取消三次以后 当然是不能再往上订不下了 情况不妙了 订单已经提交 如果购买无座车票 不符合公有的要求 但是取消订单的话 今天这个账号 就不能再网购车票了 那么他之前输入的 几十个公有的信息 就全都白输了 7点51分 离8点放票越来越近了 情急之下 小江只能赶紧登陆 另一个账号 而这就意味着 刚刚30多人的姓名 和身份证号 需要重新再输一次 出生年月日 更麻烦了一个 我让他 我要帮你 我帮你念 我帮你念 初生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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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 虽然在这些打工的队伍当中 小江自己学会网络订票 但是在我们看来 依然略显笨桌 面对着剩余不多的时间 他开始慌乱起来 手指都有些不听使唤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为了节省时间 我们帮着小江一起输入 甘肃的车票不好买 小江先从他们开始 一个一个重新输入 8点 输了一半信息的小江 停止输入 开始查票 19号 北京到天水的车票 刚刚发售 但瞬间 三辆车中 就只剩一辆慢车 还有坐票了 本以为订票成功 但是结果却出乎意料 订票失败了 人多 明明显示有票 但是却没订上 小江重新查询 再次提交订单 依然没有成功 看到这种情况 他有点着急了 54张的 他无家不想订你 订5张的不想订你 明明有54张 北京到天水的车票 试了好几次 就是订不上 这是为什么呢 小江怎么也想不通 记者拨打了12306的电话 想弄个明白 您这个区间的 可能您购买的张数 是不够5张的 或者是已经收完了 客服人员解释说 虽然这辆列车 显示还有54张车票 但是北京到天水 这个区间的票 可能已经不足5张 这显示的54张 可能是北京到兰州的票 所以当您订不上的时候 赶紧尝试这条线路上 其他车站的车票 情急之下 小江只能选择 放弃甘肃天水 先查询 北京到隆西的硬座票 时间耽误久了 可能连其他地方的 火车票也会错过 庆幸的是 北京到隆西的硬座票 还很充足 为了抓紧时间 订其他人的车票 小江赶紧让老板过来支付 在小江的一步步操作下 这五张北京到隆西的车票 购买成功 随后他又订了五张 北京到隆西 和两张北京到兰州的车票 这些票买到之后 小江稍稍松了口气 因为最难买的车票 订得差不多了 接着他又预定了 工友们回河南商丘 和山东辽城的车票 时间眨眼过去了一个多小时 小江已经订好了一半的车票 因为自己回家的车票是十点放票 趁着还有二十分钟的时间 他把刚刚订完的车票订单号 整理整理都抄了下来 这个电站号必须得有的 你要取票的话 没有电站号你取不来 生日没有辞的话 你就使电站号去 这个该买我的了 卡住了 崩溃 电脑要崩溃 或许是电脑给小江 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 死机之后重启 电脑很快恢复了正常 最后他和老乡回家的车票 全都买好了 支付成功的那一刻 小江心里的大石头 总算是落了地 打工了 什么 什么 完事了 就差他们天水 二十号跟二十三号了 两个多小时 到六个城市的 三十多张回家的火车票 小江不负众望 带着超好的订单号 他觉得终于可以 给工友们一个交代了 明天继续 17号晚上23点的 49号 记住了 早晨6点52 早晨7点 购票电话和购票网络 相当于抢票的跑道 为了抢票 大家都在这些跑道上赛跑 这看起来很公平的游戏 但对于农民工来说 潜藏着很大的不公平 农民工远离家乡 在大城市谋生 春节回家团聚 是他们的刚需 因为教育程度低 和工作繁忙 农民工利用网络的能力 也比较差 在城里人看起来 很容易的网络购票 对于他们来说 其实很不方便 那么怎么弥补这种事实上的不公平呢 这就需要社会各方面 拿出一些帮助农民工的措施 比如说 由工会统一购票 一些地方在往年 也有过由工会帮助购票的办法 现在看来呢 这种办法没有形成普及 很多农民工 还是不得不受尽折磨 自己去买票 铁路部门 企业 社会 都应当给予农民工 更多的体恤和关怀 让农民工买票不再难 让农民工能够感受到 社会的公平和温情 这才是我们这个社会的进步 欢迎回来 我们接着来说春运 随着春节的临近 思想心切的农民工兄弟 纷纷踏上了回乡的旅途 平安回家呢 是大家一致的愿望 那么怎么才能平安回家 在旅途当中 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随着春节临近 思家心切的农民工兄弟 纷纷踏上了回乡的旅途 在北京西客栈 眼下带着大包小包 等待回家的农民工 成为这里的主要客流 带着辛苦挣来的收入 满载着全家的期盼 他们最大的愿望 就是能够平安回家 最大的愿望就是 一路生活 平安到家 对 平安到家 平安回家 由于经常出门 大多数农民工 都具有一定的安全防范意识 在这床桌吗 这些人 一家都知道 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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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一天 两天 这些人 这些人 都没有 我都没有 我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我大城都 都全部都留走了 都大都卡上桌子了 这些人 这些人 都抓了 今天真的 这些人 都没什么 这没什么 这这么多的 等于就回家 装花了 过了过了 我们到南洋 十几回都到家了 但也有一些人 比较疏忽大意 春运来临 乘客大量增加 一些违法犯罪分子 也混入其中 利用人多拥挤 做掩护 伺机作案 乘客在出行时 一定要提高警惕 那么在人多拥挤的时候 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防到常识 不凑热闹 不拥挤 爬手一般选择上下车 或人多拥挤的时候作案 作案后立即逃离 因此 进站口 检票口 出站口 车门口 等人多地带 开车前找座位 中途快道站 和终点下车 旅客睡觉时 都是小偷下手的时机 因此 要尽量避免拥挤 不要站在车厢连接处 和车门口 并提高警惕 加强提防 可疑人员要防备 爬手大多穿的比较少 喜欢随身携带书 报纸 杂志 和小提包等 用以掩护作案 爬手的眼睛 与平常旅客不同 他们上车后不找座位 喜欢东张西望 专钉旅客的行李和前路 爬手不常坐在固定的座位上 喜欢在车厢内 频繁走动 寻找目标下手 大量现金 零钱分开放 旅客出门远行 最好不要带大额现金 上车之前 应将零钱放在单独地方 而不要与大笔的现金放在一起 大笔现金 不要放在提包里 或外衣口袋里 最好放在贴身的衣服口袋里 钱财不外露 在公共场所 不要当众翻弄钱包 清点贵重钱物 以免引起爬手注意 贵重物品保管好 上车后 不要将装有钱 证件 手机等贵重物品的衣服 挂在衣帽沟上 此外 在列车上 要把行李 放在离自己最近的行李架上 重要的行李 要时刻不离身 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同时 维护公共安全也非常重要 近几年 随着各种宣传力度的加大 农民工携带 烟花 爆竹等危险品 回家过年的人数 有所减少 但超数量携带打火机 压力容器罐 和油漆 涂料等物品 近站上车的现象 还经常发生 对于什么样的物品 不可以带上车 铁路部门是有明确规定的 这个清水的压力罐啊 里边都含有大量的压缩器 一旦碰撞 和遇到明火 是会燃会爆了 这个的话 是限量携带的 最多不能超过五个 像这种超过五个的 就没有办法载上车了 像这种的话 是明显的警用器件 是甩壶 这个是带有攻击性的武器 像这种甩出来以后 击打人的话 会造成人的重伤 所以这个 公共场所也是严禁携带的 那么油漆 就是易燃的物品 如果发生火灾 会很危险 那么足料就很明显的 是污染车厢 一旦发生易撒的话 也是没有办法侵入 会给这个铁路 或者这个车量 造成很大的负败 所以也没有办法再发射 看过了刚才的提醒 您回家过年 整理行李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千万不要携带这些 铁路部门 明明禁止的 违禁物品进站 一个是不安全 再一个在安检的时候 也会耽误您的时间 给出行带来麻烦 所以呢 咱们还是要提前 做好准备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感谢收看聚焦三农 想来这更多节目内容 欢迎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 农事网 以及农事网的官方 微博微信 还有移动客户端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